1998年 张天硕在天上人间花天价宴请大佬陈慧敏 并特意整了十瓶的皇家礼炮 谁知陈慧敏尝了一口后 就立马吐了出来 紧接着 他的表情变得严肃了起来 随后更是把这杯装满酒的酒杯 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并指着张天硕说道 兄弟你这酒是假的吗 陈慧敏的这句话 让张天硕瞬间勃然大怒 险些引发了一场大乱 那么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张天硕和陈慧敏之间 又是怎么认识的 这一切还要从头开始说起 提及摇滚老炮 张天硕绝对算一个 23岁的时候就凭借一手 朋友 我便大江南北 拿奖拿到手软 自此开启了属于他的时代 在现实生活中 张天硕也十分被人尊敬 他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90年代 在北京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谁见了他 都要尊称一声 桑爷 不管什么领域的大佬 都得看他的面子 因为讲义气 因此 在各地都结识了许多好友 其中 香港大佬陈慧敏 就是他在香港演出时 经朋友介绍认识的 两个人身上 都是自带一股江湖气 也因此让两人一见如故 陈慧敏是何等人物 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香港曾流传这一句话 腿有李小龙 全有陈慧敏 是香港社团14K大佬 向华强都不敢惹 由此可见 陈慧敏的地位有多高 当年刘嘉玲被绑架 梁朝伟手足无措 最后找到陈慧敏 陈慧敏二话没说 就帮忙把这件事做了了结 并将要回来的照片和视频 都交给了梁朝伟 陈慧敏练过拳 当过警察 后来更是靠着打拳闯出来的名气 步入了演员行业 陈慧敏的一生 可以说十分丰富 最后他选择退出影视圈 与朋友合伙做了红酒生意 为了开拓内地市场 陈慧敏想到了 在北京当地有名的好友 陈慧敏一到北京 陈慧敏就立刻在天上人间 开了一间房 宴请陈慧敏 陈慧敏很大方 直接就点了十瓶皇家礼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